俗称的关心病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的一种 这种病的形成是因为周状斑块在血管里面堆积 导致血管变窄缩小 当关上负卖狭窄达到75%的时候 就会经常到血液流通了 那患者就会产生心脚痛的症状 那是不是做通血管的手术 就能够使血管通了 马间的心电毒情况异常 教宿也比正常的高 而且心脏管检查证实它不能够通血管 所以要做的是关脉搭桥手术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解决它的书选问题 通常在搭桥手术过程中需要输1600cc的血 博博的血型是Pharabon VH 这种血型不太好 我们查过血后的处分量不是很高 需要亲人捐血才能够进行